失能长者来到家庭脱库中心活动筋骨也与家扶员做互动 这里是纳马夏唯一的家托照顾中心马度马行社区长照机构 而与长者互动的家扶员阿炳也是成立家托照顾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过去在区内担任居服人员多年的他 看见失能长者的照顾缺失以及家属无法负担照顾能力等问题 因此在多方单位的协助下成立了马度马行社区长照机构 而看见区内有长照中心的成立 长者们也开心不已 在我们访问, 在我们访问, 我们在学校的发生, 我们会的学校, 我们在学校, 我们在学校的学校、 我们在学校行学校的学校 我们在学校设学校等学校 而就於納馬夏的區域人口年齡分布來看 55歲以上長者的比例就占了全區的19.3% 也顯現出區內長者服務需求量大的問題 因此家服員就認為就現在的服務量來看還是有些吃緊 家服員期望未來能有更多在地青年投入其中讓服務量能擴大 也持續會以各單位做合作在醫療照顧上就近幫助長者 也希望喇叭的高雄納馬夏採訪報導